《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回來第三次《啤梨晚報》 昨晚屯滿了一宗大鑊事件 看完照片 猜到它是怎樣炒 炒大車其實只有幾個原因 或者總括來說是三個原因 第一 開快車 失控 年輕人最常有 第二 罪假、弱假、睡覺、假假 沒辦法了 糟糕了 罪假、弱假當然糟糕了 其實如果你問我 都真的是這兩個原因 不要說第三個 是這兩個原因 如果不是一般炒車 是不會那麼可怕的 據說這輛車 Type R FD 2 當然可以 這些車 年輕人 沿屯門公路 駛對 看九龍方向走 駛到懲教署已婚宿舍對開 我不知道在哪裏 右轉懷疑 因為其實有其他照片 你看看這個駛 失控 OK 好了 炒下去 你右轉 大家想一下右轉 那輛車 右轉 哦 右轉 炒了到左邊的駛 因為快 彈起 就撞下去 我們俗稱龍門架的路牌 大家行公路多 那些藍色很想大的路牌 OK 它下面會有兩條四方鐵 就是撐起路牌 等於隧道口 九龍去香港那個路牌 就炒下去 接著就彈下來 這個左邊的駁 我免施圍 其實有很多張照片 大家看一下這間 你現在看到紅色的是什麼來的呢 是一個座位 是整輛車分開了兩節 接著呢 有兩個乘客 一個23歲姓5的女乘客 和26歲姓陳一南乘客 彈出路邊 OK 好了 接著 有其他司機經過 見到這麼快便 就截停報警 警方來到的時候 發覺那輛車裡面 那輛車已經分開兩節 變成廢鐵 一邊原來困住那個司機 二十五歲 OK 姓鄧的 消防那些到場 把司機救出 那證實不治 那至於扔了出車外面 26歲姓陳的南乘客 和23歲姓5的女乘客 都在稍後 就是一個多小時 就confirm姓陳的南乘客 都不治 到今早 那個女孩子 姓5個女孩子 九點多 今早 一架車 三個人 全部都走了 你為何要開快車呢 各位網友 我是很明白年輕人 我真的很明白他 因為我們年輕人 是不能輸的 但是一架車一快 你就沒得談 他比你兇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 你那麼舒默家 結果就是這樣 跟進一下 原來送陳這個男生 陳家涛 是昨晚才去完泰國 回來香港 你看 炒得這樣 你說裡面的人 昨晚去完泰國 先回到香港 回到家 跟著 放下一些東西 就說要出去 將一些審訊送給朋友 結果一去不返 好了 阿陳家涛 26歲 阿陳家涛 爸爸說 兒子昨天剛剛在泰國回來 晚上9點多時回到家 11點多鐘 就再說出去 就說 拿一些審訊給朋友 結果 凌晨時份 在屯門公路遇到車禍 兒子在家裡 放下一些泰國杯面的審訊 爸爸說 今早才知道 那個惡號 未知道意外詳情 亦都不認識男司機和女城 他說 爸爸說 十幾年前跟老婆分開之後 就一直跟兒子相依為名 他說兩個兒子都不善辭令 但是都叫做彼此關心 因為他從小到大兒子 他說很少聊天 你知道馬佬是這樣 他說大兒子很關心他的 不是 但是不會開聲 他說兒子很活潑 亦都肯幫朋友 之前他是做洗碗工的 但是去年就確診大腸癌 他又回家去休息 兩個月前開始申請中援 兒子讀完中四之後就做散工 近期就做洗衣機維修學徒 記者問他想不想外界幫忙 陳婦就說 你現在給錢我都沒用 這個就是26歲的陳家昊 所以開車的朋友 尤其是載著人 是不是載著女兒覺得很有型 要快 要那個刺激 多無謂 你家人怎麼搞 他爸爸六十幾歲 有癌症 不斷一念休息 他說 為什麼走那個不是我呢 你說 不要一時之快 真是上車的 用心做事 讀書 賺到錢的 你下去下去 那些 安全很多 那兩件好人好事 都叫做 第一件我一定要講的 因為真的太罕有了 其實好人好事就不應該是新聞 那些人經常叫人說好人好事的新聞 好人好事有什麼新聞 當然是含架 因為新聞其中一個最大的作用就是 令到我們不是自己覺得幸福 去警惕 譬如我們聽見 吵架你了 不要有人 霸入妄亂禽情 吵架你了 那你會不會去警惕自己 要吵精能量 是的 那你就警惕自己 吵架精能量 吵架 可以的 但是 所以我們有時也會有的 有時也會有的 譬如 有些正能量新聞 有個學生 新移民 吵架你爸爸走的腦 媽媽有癌症 他自己吵架你 那樣奮鬥 結果呢 他考學6A 吵架你什麼 於是來鼓勵那些學生 你可以將這些視為是正能量的新聞 事實上這些新聞 對我們可能沒有什麼作用 對有些年輕人 剛剛考了一些SE 可能都會受到激發 人家這樣都可以在 屬於污泥而不厭 吵架你了 絕狀成長 在沙漠裡面也絕狀成長 吵架你了 吵架你了 那我 沒理由這樣奔走的 住跑馬地 說家裡有錢又有補習 搞到吵架你了 吵架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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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勵的都不定的 但是最主要的 其實新聞也是吵架你了 但是這一宗 為什麼說好新聞呢 一定要說 因為這個是發生在的士司機身上 證明我真的 不是哪個行業的朋友 證明我悲哩真是是其是非其非 在屁股裡面也找到一顆豬 而且一定要大力宣揚 老實說 你坐的士多 你有沒有遇過好的的士司機 其實也有的 那我沒有遇過很壞 我真的沒有遇過 我記得是有一個 那次我在 我講過了 在火炭 坐車去土瓜環 他竟然走 東瑞 這麼神奇 很神奇 那就吵架他 接著 他一直在沙嵩 我就走回我指定那條路 然後 我也沒有再吵架他 因為我不會犯這些 你有沒有算便宜的10元 不斷吵架 吵架他 去到的時候 其實他就給我平時 因為都兜了一點點 我想 因為我很少膽 我多數自己開 我想多10元 接著他說 你給了多少 下車的時候 你給了多少 好像8、2元 哥哥你給多少 給多少 我其實都不知道多少 我不知道為何不開車 我既然 吵架你們 我吵架你們 我吵架你們 那時候你又吵架 你現在問我 給多少 可以的 OK 吵架你們有沒有 我照給 沒什麼所謂 好了 賴醫院說有個的士司機 拍照 他說 有一天 他在葵聰醫院的的士站等客 明明自己 不是排第二位 是排第二位 但是有個老虐婦 有個老女人上車 就說 喂 婆婆前面那一架 婆婆跟他說 你剛才 上前那一架 想去美夫 但是司機 說只是去荃灣 就是嫌他 近 葵聰醫院去美夫 太近 太近 太太 去荃灣也沒有多遠 好了 司機聽到情況 認為 在醫院都選 你如果要選 開車就離開 於是 就響安 叫我開車 走 好 做得好 而且 你頂著我怎麼出 就叫他 在醫院 但是對方仍然拒絕開車離開 會影響其他年老體藥的乘客 老實說 在醫院 一是年老體藥 一是時候好病 就算馬上到 對不對 嘔你老母是 好了 於是陪他下車 就拍照 好 拍到他 說嘔你老母你搞錯 你這樣搞錯 都可以 好了 對方的大驚 這個學群之馬大驚 是 就跟他殺了 所以樓主說 我亦都關於他的 真的不用勾死他 他說今次不公開這個 相片和錄音 上再再相片都打一格 當是小情大戒 希望對方好自為之 他說 老實說 真的自己都做這行 明白的士司機的心態 但是去到醫院這些環境 你不要這麼想 老婆我傷車 你真是屌事屌蛋 你屌事屌蛋 你屌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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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屌屌的 當然網民當然要支持樓主 我也支持 老實說 很多人 例如看的士路 就算心中覺得不以為然 他就自己扯死老婆 都未必會屌你 因為大家行街 都會有那種犬餘 你屌屌 做得對的 好了 另外 這個又是好人好事 金街 現在DSE 正在考考 同學仔如果沒有地方溫習 看見到 不過講到的同學就會好些 灣仔有一個新選擇 原來就是在春圓街春暉大廈的餐廳 Yulu 春暉大廈上面的餐廳我去過 是嗎 這間餐廳 中暉大廈的餐廳我去過 但我沒有去過這間Yulu 這間在一樓 畫了很多 他自己畫的那些 我想問一下Yulu 前身是否都是餐廳 不清楚 為什麼是中暉大廈 我都有上去吃過東西 但我應該 我那個年代 他應該不開的 我有上去春暉大廈吃東西的 中暉大廈的餐廳 公布 即是開始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 兩點半至五點半 時間不是很多 這樣人家做生意 沒辦法 免費開放給學生做自修室 餐廳在一個post裡面說 近日市道不景 下午時段敬正 地方又大 大把位 所以嘗試開放做免費自修室 學生只要出示身份證 不是學生證 記住 出示學生證就可以了 不要想再下服他 OK 他說不一定是應隔下學生 只要你出示學生證 實際上有人會領東西 但是人家做得 我反而覺得 我希望這樣 有人領東西都好 生意都會黃些 好人就要有好步 我看一看 我去找找他專家 我去光顧 西餐 西餐 田餅很正 你剛剛找了 我啤梨 我老實說 西餐大王 又未到大王 那是哪隻西餐 靚一點的 還是豉油西餐 靚一點的 我喜歡吃豉油西餐 就只吃甜品 叫我一般的甜品 都不要緊 有意粉有成的 也有的 就行了 我啤梨最喜歡 是吃西餐的 吃西餐 所以 逢清一節五兩點半 節五點半 他說 喂 給你們出示學生證 不一定是應隔下學生 都可以 所以是免費 OK 總而言之 還會送一杯飲品 和一個甜品 為大家打氣 一起努力走將來的路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留下來的人 盡用 反正做不到生意 就盡用 OK 餐廳負責人Wiki說 平時都有留意到自修室 Starbucks 坐滿學生 沒有了位 其實香港的環境 有些人 問心 有些人叫做 貪國人 我以前都是 看到有這樣的氣氛 我就出去讀 那在家裏有一件事 就麻煩一點 你很容易搞一下 搞一下那樣 搞一下那樣 去看電視 去雪櫃炒菜 是啊 這一個說得對 這一個說得對 你說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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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下輸 你可不可以 看電視 去雪櫃炒菜 很平常 但是我真的要 為什麼呢 你那個年紀 是真的無緣無緣無故打過飛機的 是會的 你出去自修室是會好些的 自修室也會打飛機 不是的 就是試試跟同學 有時候想跟很多話說 你見到人 好像認了你一兩句 呼呼氣在那裏讀書 你自己也不好意思 當然會讀多了 我們那時候流行去機場 有冷氣的 他說 自修室 Starbucks 坐滿學餐 爆了 但是沒有位置 最近食肆反正又差得那麼緊 餐廳 他說那間餐廳可以容納成百人 但是Teatime的時候 零客 差不多 同事坐在那裏都沒有東西做 既然是這樣 不如開放場地給學生溫習 至於提供免費飲品和甜品 成本都不高 那幾個小時 那些小孩子都喝東西的 那個cost不是很高 就給他們那些甜 他們開心一下 當是心意 他說餐廳已經做屋五年了 去年十月 火災就重新裝修 但是私道又那麼差 記者問他有沒有生存危機 他說 你說有沒有 當然有 他說 任何一間餐廳都會這樣責你 老實說我真的知道 但是如果你滲到嚴朗 我又是出去吃飯 那些人認得我又說 他說經營狀況是今天不知道 明日是 他說反正下暗茶時段沒有客人 就不如煽用地方 他說希望挫爆學生 沒有錢收不要緊 大家用心去讀書 互相鼓勵一下 他說這些 我真的覺得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你說 人家有計算 你可以這樣想 肯定 肯定有人這樣想 當作宣傳 他都有成本 第一 他都有成本 第二 真的有些學生 可能家裡環境比較吵集 他找不到地方 他又正正局局 他找到書 為什麼不好呢 如果發覺效果不好 他也可以停 我覺得一定可能有恐怖 大家真的可以去 魚滷湖那裏 真是光顧 或者我今晚過去 我今晚就過去 我今晚就過去 你老母子就是玩仔 OK 順便有很多地方去的 另外一道 就是講斷奔洲 斷奔洲 嗯 男人最痛 斷奔洲 但其實很少機會 最主要 其實就是 激烈的性事以外 近日有醫生 在一個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rgery Case Report裏面 就是International國際外科雜誌報告 哇 有一個尼莎雅27歲男子 在睡覺翻身 結果那條斷奔洲斷了 是呀 引動36個小時 才去當地醫院求醫 經過診斷 原來就是這個陰境骨折 他說其實斷奔洲不是骨頭來的 但是受到外力的作用的時候 都可能類似出現骨折的情況 因為男人夠硬的時候 血液是會沿著 流入 沿著陰境流動的海綿體 令它變硬 所以你不夠硬 血液的流 混入不夠 同時海綿體 外面的白膜會變得脆弱 所以骨折破裂的時候就會骨折 那這個人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27歲的健壯男子 一定要健壯男子 我懷疑他可能是吃了這個蛹蟲太 所以這條蕃蟲很厲害 硬著 他轉身的時候 有自然反應 我們半夢半醒的時候 你一轉身 可能因為這條蕃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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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沒有所謂的 硬著那些人 即是頂幾下 他可能是頂一張床 那張床木辦之類 所以 就是靠一聲 斷三節 但我覺得最神奇的是 他可以忍痛36個小時 三分鐘也死了 一分鐘也不成功 你去賓州 說笑嗎 你猜 好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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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休息一會